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嘛 就觉得蛮荣幸的 而且这一次 这个电影有很多很多的大师 很多很多的前辈 世界级的绘本大师 宫西达野 导演 敬也孔文 音乐导演的话 是版本容易 所以觉得自己第一次的尝试 已经很荣幸很荣幸了 当时在录的时候嘛 其实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声音的 我什么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但是录完之后再看了一遍呢 就已经被里面的音乐都吸引了